今天就是中秋节 为了欢庆中秋节 花莲市立幼儿园针对大中小班分别举办 做幼稚果冻 中秋闯关游戏 以及听故事吃月饼等活动 让小朋友认识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跟游来 市长为家业也到现场与孩子们还度佳节 同时也向辛苦付出的园长以及老师们说声 教师节快乐 为了让小朋友了解传统节庆的文化与游来 花莲市立幼儿园针对大中小班孩童 设计不同的主题游戏 让小朋友们在活动中认识传统节日典故 今天是中秋节 那我们幼儿园老师 也在把大家聚集在我们小评上 然后跟大家讲解我们中秋节的一个由来 那刚刚很可爱 刚刚有跟孩子们说到我们长额分岳的故事 然后还有待会会讲到我们胡甘的 到我们月球砍贵树的一个故事 那也希望借此让孩子们了解 那中秋节的一个游来 那刚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中秋家节愉快 在年假期间可以陪着爸爸妈妈 然后爷爷奶奶 祝大家乐园人团圆 中秋节当然有不同的主题内容 室幼老师精心设计规划 让大中小班的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 活动的设计上老师呢依照孩子的生活经验呢 跟不同的年龄程规划出不一样的活动 那他们呢在同一个时间呢 三个年段的孩子呢 都有对中秋节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大班族的小朋友呢 会动手带孩子做中秋节的果冻 然后呢中班族的小朋友呢 会进行跟中秋节相关的闯关活动 小班族的小朋友呢 就在我们的草地上呢 一起吃柚子剥柚子 然后吃月饼 然后听着老师说中秋节的故事 小班的活动是剥柚子吃月饼 老师还为孩子们表演后裔摄日 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而中班是设计了闯关活动 让小朋友在游戏中可以认识 中秋节的故事和习俗 同时也训练孩子的肢体协调力 大班的小朋友则是化身成为 厉害的甜点师傅 在老师指导下制作了酸甜美味的柚子果冻 市长魏家苑感谢园长和老师们 努力打造幼儿园的欢欣气氛 市长强调 市立幼儿园会提供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和创意 让小朋友在思考中可以激发兴趣 也可以享受每一个阶段的学习过程 这里会欢市报道